而國民黨方面 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戰鬥欄發起人趙少康 齊聚立法院外宣講 新北市長侯友宜未出席 趙少康緩加說 重啟核四議題 對侯友宜比較為難 至於馬前總統被問到 核廢料的處理問題時回應 高端核廢可以放在燃料水池十五年 再改成干涉的竹槽 都是可行的方向 中投最後倒數 國民黨十一號週六下午舉行 六都說明會壓軸場 號召支持群眾戰鬥欄 四個公投案都要投下同意票 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戰鬥欄發起人趙少康 齊聚在立法院外宣講 但獨缺新北市長侯友宜的身影 為在新北市的核一核二廠陸續進入廚藝階段 不過關鍵核廢料還是沒有辦法取出 被反核團體視為無處可放 趙少康為侯友宜緩加可以理解他身為新北市長的為難 如果重啟核四核廢料會不會永存 新北市 馬英九沒有正面回應 強調高階核廢可放在燃料水池十五年 在改成乾式儲存設施已是可行的方向 記者黃燕金秋福財臺北報導 公園 其中途的 你現在的內容 將來越南遺峰 希望能夠再早一點